Hello,大家好,知春奧 中國恆大集團近年深陷債務泥談 恆大金融財富出現無法對付本息兩個星期後 做到正式立案調查 據報有高管被捕 是恆大財富總經理杜亮 恆大財富官網已關閉 據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發佈案情通報指 恆大財富、杜某等涉嫌犯罪人員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 並指投資人如果需要報案 可以通過線上電話、短訊及郵寄報案 案件正在進一步徵辦 恆大財富在2021年9月開始爆雷 但仍對外公開承諾對付通過第三方發行的理財產品 這些理財產品資金在過往年度以股權形式投入到恆大項目 在2021年12月底相關金額是345億元人民幣 直至今年8月31日 恆大財富公佈指公司因資產儲置進度不及預期 未獲得資產儲置資金 公司無法開展今月後續對付安排將會另行公告 財聯社引述一名資深法律專家認為 公安機關對恆大財富立案 將有利於依法開展追贓的免選工作 或可一定程度減少恆大財富相關投資者的損失 另外有資深財經專家指 恆大財富涉嫌透過違法違規承諾高額回報非法集資 不按約定使用資金造成投資人損失 嚴重影響金融市場秩序 今次的打擊行動對規範穩定金融市場有積極意義 其實在上星期五、九月十五日 恆大人壽亦因為嚴重支不抵債 遭到國家隊接本 中國證監會已經決定對恆大立案調查 好 今集先看見 首先大家想支持我的數片給截圖以為 多謝你們